这是个美若天仙的女人 可她却道 她是个绝对的直男 长这么大都没触过对象 男人走上前笨拙的搭讪 结果不出意料 她只要到了女孩的名字 莉莉 但是没有关系 第二天得到消息的她 追着女孩就登上了前往上海的轮船 等她再次回到家 时间已经过去了两年 还是被人当贼押回来的 她本名江玉刘 祖上是广东有名的富商 父亲是晚清官员 应对美食颇有研究 人送外号太史公 一共娶了十二房老婆 生了十七个儿女 江玉刘排行十三 人称十三郎 她对自己在上海的境遇闭口不提 恢复公子身份后 每日只听戏唱曲 彼时台上唱戏的 正是一代乐剧名家薛觉仙 这也是十三郎连续第五个晚上来捧场了 可每当唱得稍有瑕疵 她便直直点点摇头叹息 这让薛先生十分苦恼 她让戏班的伙计 把十三郎请到了后台 十三郎见状也毫不客气 您唱得倒是不错 只是这编剧也太烂了 公尺不对 评则也不对 话还没说完 就被剧团的人轰了出去 没曾想第二日 她就又来到后台 还恭恭敬敬地递上了 自己写的剧本 薛先生本打算敷衍了事 可哪知这剧本一打开 就再也没合上 第二天她就带上礼物登门拜访 当然也免不了要一盏歌喉 众人听得那是如痴如醉 她唱得正是十三郎写的 《寒江掉血》 十三郎目光微沉 不由地想起了上海那段经历 她死缠烂打 好不容易追到利益 可好景不长 不久就被对方家庭强行拆散 而她在上海举目无情 又恰逢时局动荡 最后只落得流落街头 稀里糊涂地度过了两年时光 等她回过神 一转头薛先生正邀请她加入自己的剧团 她自然是求之不得 两人一拍即合 十三决定给自己取一个响当当的艺名 从今以后我就叫做南海十三郎 她的心一惊上演就风靡全程 来剧团挖脚的更是络绎不绝 不过她自有妙招拒绝 而面对那些没戏可唱的艺人 她又热情地施以援手 十三郎平时除了编戏没有别的爱好 可这天她却来到了夜总会 这个男人来到夜总会 却不是为了寻夸问柳 她正经危坐 除了玩玩还要戴假面具 你以为你是什么 一个男人而已 你这是自甘堕落 女人拿起东西就要离开 她却把女人叫住 女人名叫梅仙 是她的侄女 这回是特地来找她的 如今山河日下 人心不古 江家的小姐竟然也做起了交际花 十三郎得知后 打算利用自己的关系介绍她去剧组拍戏 第二天 梅仙来到剧组试镜 她一出场就惊艳了所有人 很快一炮而红成为了电影明星 可十三郎这边就没这么顺利了 三个超数人都跟不上她的速度 二十七流火色 什么是二十七流火色 九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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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起来是不是二十七流啊 走就走 直到这个年轻人的出现 他叫唐狄生 不论十三郎多快的速度 他都能准确跟上 还能在旁边帮着搭枪想刺 他意识到这小子是个天才 可却不同意收他为徒 只让他喊自己做大哥 好 我们君子之交就凭这一杯茶 从此以后 唐狄生就跟着他学习 两人亦师亦友 可惜好景不长 1937年8月 日本鬼子轰炸上海 广州也危在旦夕 所有剧团都解散了 他们来到火车站送别薛先生 然后转头就要把唐狄生赶走 见他不肯 就用言语羞辱他 直到把他弃走为止 薛先生表示不解 可他却道 之后十三郎就来到驱江写剧本劳君 可观众就全跑去看隔壁的低俗演出 当他看到更加过分的表演 他再也忍不了了 冲上台赶走了演员 用色带色有三军 叫他们怎么去打日本鬼子 扰乱军心 徒徒生灵 狗砸住 观众没人也多久来撒野 实现的早开 将军一会来开戏 他一边喊着狗汉奸 一边就把拳头 轮到了长官脸上 他就这样被赶出了军队 迫于生计的他 也不得不放低身段 可转头他就把戏改成了星星打鬼子 结果当然也是被扫地出门 没先见他落魄 想帮忙让他去给电影写剧本 可坚持原则他 很快就跟老板吵得不可开交 还被按在墙上一顿毒打 他走投无路 只能去当掉自己唯一的手表 购买一张回家的火车票 他刚走出当铺 就被迎面而来的汽车撞倒在地 男人被汽车撞倒在地 他转头一看 竟然是与自己失散多年的初恋 他设想过无数次与他重逢的场景 却不曾想在自己最落魄的时候碰到了他 他感叹造化弄人 而女人只当他是个臭药犯的 你是不是加了人 你干什么 你告诉我吧 他被推倒在地 眼睛也摔碎了 男人掏出一张钞票就打发了他 等他失魂落魄地坐上火车 嘴里还在不断地念叨着为什么 为什么你偏偏现在出现 他扭头望向窗外 对着屋边的黑夜 他纵身一跃 跳下了火车 虽然没有摔死 可当家人找到他时 他已经因为脑争荡失去了记忆 从此以后就变得疯疯癫癫 因为害怕他闯祸 父亲只能托人把他送去了香港 1950年的香港 这时的十三郎已经变成了一个臭药犯的 语无伦次 居无定所 整日在街头游荡 这天 一个衣着整洁的年轻人认出了他 连托带拽地把他带回了家 而家中的华发老人 正是当年的薛先生 等他播放起当年两人合作的那首曲子 他终于恢复了记忆 见他镜片掉了一块儿 老薛想给他配一副眼镜 他却说道 哎呀 其实做人用不着看得太清楚 过得去就算了 等两人吃完饭 他就借口上厕所逃了出去 老薛知道劝不回他 只能吩咐下去多照顾他 看到他就给点钱 如果他去吃饭就帮他结账 当唐笛生在茶楼找到他 他却不愿相认 转身就要走 你认错人了 你别这样 我好不容易才托人找到你的 等两人坐下 唐笛生如同当年一般 再浸上一杯茶 一幕幕往事在脑海浮现 我们君子之交 就凭这一杯茶 十三郎点点头 含笑接过了茶 接着唐笛生掏出身上 所有钱递给他 让他晚上一定来看自己的戏 等他晚上收拾干净来到剧场 却发现唐笛生 因为突发心脏病倒下了 这也是他见唐笛生的最后一面 而十三郎也因为受了刺激 再次变得疯疯癫癫 独自在街头流浪 见到十三郎最后一面的是一群警察 为首的长官还见过他 是三郎有一次报警 说自己的鞋被偷了 旁边的警员都忍不住发笑 他说啊 偷我左脚鞋子的是英国人 偷我右脚鞋子的是日本人 中国人的鞋子被偷光了 所以他走偷无路 这下他们再也笑不出来了 他们给他穿上鞋 松了他最后一场 至于说他到底是针锋还是装缝 没有人知道 或许连他自己都不知道 心生泪影女儿香 燕归何处必残堂 风啸夜渡寒江雪 痴人正事十三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